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这个外面的市场都能买得到 一年四季都有吗 一年四季都有 都有啊 北方还有这些都已经有了 超市的都能卖得到 这吃的水里感觉特别好 很滑很嫩的 对 这个纯菜怎么跟豆腐会的一块呢 就这样的 接下来我就教大家来做这种菜 好吧 很简单 然后呢 先烧水 烧水 先烧水 把纯菜稍微那 好 飞一下水 飞一下水 就现在我看这纯菜 它这个到底是生的是熟的 它是水半成别 半成别 对对对 它这个把它水里面飞一下就可以吃 生的也可以吃 也可以吃 也可以吃 稍微用水冲一下 冲个半个小时以后 这个直接拿点盐和味精 稍微搅拌一下 那凉拌呢 还有这个 可以烧鲸鱼啊 还可以 西湖存在汤啊 都是各种各样的吃法 据说当初啊 乾隆爷几次下江南 每次到了杭州 对 就得吃这菜 必吃这道菜 然后烧开了 放下去 放一下 飞水的这个情况下呢 要注意几个项目 第一个呢 这个时间不要长 不要长 长了以后呢 它会 把那个纯菜上面 一个表面的一块 粘延的飞水 那粘液是对人身体非常的好 吃的嘴里 那口感好 就是那粘液 对 那种滑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第二个的话 它在时间长了会延伸 没有那么鲜艳 没有那么绿 就不能太老了 对对对 还有没有第三个呢 就是味道 煮 味道 味道就差多了 对 实际上把它归纳的一条 就是火候不能大 火候不能大 时间不能长 不能长 是吧 对 微烫一下就可以 微烫一下 哎 下车吧 行了 开了 这个时候可以 关火了 关火了 好 倒出来 你看这个 这个唇菜 真是挺有意思的 它表面有一层 黏膜 黏膜 对 你看这个 很滑 所以这个 最开始我指唇菜 的时候 我以为是嘴唇的唇 就是在嘴里 吃的 真是像嘴唇的意思 好 备用 好吧 这个 然后呢 水继续烧 继续烧 豆腐也 飞一下水 豆腐一定 这就是嫩豆腐 就属于那种嫩豆腐 嫩豆腐 嫩子豆腐 嫩子豆腐 这要是像北方那个豆腐 就老了 是吧 对 老豆腐 那就口感跟这个 唇菜 当然在这些 没有那么好 对 然后稍微改一下刀 改一下豆腐 这个豆腐啊 好吃是好吃 就是易碎 它弄不好 它就碎了 所以才像嫩豆腐 对 所以才嫩豆腐 老豆腐就不容易碎 对 但是呢 咱们做的这道美食 这个豆腐是碎的 还是整块 整块 然后放进去 尽量不让它碎 这个飞水的作用 是不是就让它 让它完整一点 定它的形 所以放进去 您别拿这个 在这里搅和 是吧 对 稍微让它开一开 热一热 烧开了 把它飞水飞透了 然后再捞出来 飞透了什么意思 就是这豆腐 你看切完以后 切完以后 你外边都很烫了 你心打开 那心还凉着 还是凉着 所以为什么说 你比如说吃热豆腐 外边凉了 你一咬好家伙 里边还烫着呢 就这个道理 它有一个慢慢慢慢热 或者凉的过程 这得慢慢的 从外到里 这么热 所以刚才 我们夏师傅说了 它飞透了 就是从里到外 都得热 这个豆腐和唇菜 它的口感是比较相似的 然后蛋白比较高 然后这个唇菜 也的口感比较滑 豆腐本来比较滑 然后结合在一起的话 适合老人 和小孩的食用 对 刚才我们说了 孩子补鲜 就经常吃点唇菜 对 差不多了 然后你看 就可以把它捞出来 关火 可以 关火 然后正好放在飞好水 就放在这里 当初 叶盛陶先生 就写过 偶尾醇菜 写过这样的文章 其中就对这醇菜 它的鲜美 大家赞赏 是吧 可见这个醇菜 确实是 现在好在 就是北方人 也可以吃到 而且不管南方 北方一年四季 都可以吃到 对 因为超市 都可以买得到 原来不行 原来就是实定菜 到这个季节涨了 冬天你说 有时候湖面 甚至都结了冰了 那真的 没有纯菜了 现在好就好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接下来就是调一下 味道 然后使用 家里常用的这些老生抽 生抽 比较至于 直接什么不割 就割生抽 割生抽 然后调点味 加少许盐 少许盐 生抽可就挺咸的 对 点一点 点一点 对 然后点一点香油 挺吃清淡 您甚至就非不加油 是吧 香油 我觉得可以适当的 各一样 加一点点水 这主要是 把它一个烧开 另外让各种的调味品 都充分的溶解 再集中 是吧 然后把这个汁 然后撒个豆 就这样撒 撒两边 其实这道菜 比较简单 对 像一些凉拌的 比较多一点 然后这种菜 就是凉菜的热作 凉菜热作 要平时那种 在家里边 可以用凉水冲一下 然后那个 飞下水用凉水冲 然后豆腐 也过一下凉水 这样的话 适合夏天吃东西 这个就根据季节 对 比如说冬天吃这个菜 就热着吃 对 有时候夏天特别热 大汗淋漓 那你就刚才下厨说了 对 出来拿凉水过一下 凉拌 凉拌水 是吧 过来来少许油 这边来点油 这要用这油煸一下 香葱 对 香葱 煸成香味了以后 浇在豆腐上 直接浇上 浇上 让我们看着点 好 这道美食就算做好了 是不是 吃的时候 有一个技巧 拌着吃 把它搅匀了 这样的话 能够结合在一起 这道纯菜 会豆腐 是不是很简单的 我们来回顾一下 一 首先您需要把纯菜 倒入开水中超制 二 豆腐切块之后 倒入锅中煮熟 然后捞出 放在纯菜上 三 锅中倒入生抽 再加入盐 香油 加热之后 淋在豆腐和纯菜上 四 锅中倒油 把香葱 煸过之后 撒在豆腐上即可 这个纯菜灰豆腐 就做好了 咱们在家用餐 每餐得有一汤 以后您接上不短 就做一个纯菜汤 您想要又有营养 口感又独特 一定会得到家人的赞赏 也欢迎在节目之后 通过我们天天饮食微博 继续和我们交流 您做菜的心得 天天饮食 明天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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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